接著我們講一講話題就是恆生指數 就是香港股市的表現 林鄭管治了香港四年半 有很多的 剩下的時間她只有三個多月 只要三月的下半旬 四月五月六月 就是三個半月左右 這三個半月林鄭可不可以脫胎換骨呢? 官員可不可以脫胎換骨呢? 我相信是不可以的 也可以看得很清楚 想留下的官員 或者有暫感的官員 她很努力地告訴香港的市民 她正在做事 是的確有這樣的官員的 我不是說想有bias 就這樣留意 你看到譬如邱騰華 或者甚至鄧炳強 李家超這些 其實她是很積極的 但是有些官員 是積極得來 其實就是她本身的能力有限 本身的水平實在太低了 譬如曾國衛 我相信曾國衛很想搞好核酸檢測 但是在她手上好像越搞越狂 跟選舉和其他一樣 她根本似乎不是一個可以通財的官員 亦似乎有管理能力有限 就算在疫情期間 調了很多人 或舊部屬去幫她 已經有嫡系在幫 結果做了708落 她不敢出來見大家 可能她很努力 但是她根本能力有限 另一些譬如陳凡 你說她是否完全沒有能力的人 她是未必 起碼她說話也挺聰明的 但是她躲起來 什麼都不理 什麼都不交代 什麼都不理 簡單說她很明顯 這種官員 譬如陳凡的官員的心態 就是多撞三個半月 撞完這三個半月之後 她就知道自己拜拜了 她可能已經跟私人市場 有了一些信息 有些共識 可能那些大集團已經跟她擺了位置給她 過了半年懶何之後 她就會加入那些大集團做高層 繼續將香港政府的資訊 跟那個集團分享 又或者將她跟政府官員之間 現任官員之間的溝通能力發揮 這個可能就是這種人 如果是北京 如果是北京 我相信這一方面 現在大安最後就不需要說 但是去到五月 我相信要出聲 就是所有這些表現不好的官員 就算追不追究也好 都不可以容許私人機構 隨便給他們一些延後利益 跟著就在他們退休之後請他們 現在的官員當中 有很多還在這裡混混惡惡 還在這裡等三個月 撞完這三個半月就拜拜 她也知道自己不能連任 也可能她知道自己 已經有些大集團給了一張長期飯票 只是時間的演繹問題 並不是她將來的問題 所以她根本現在的態度 就是得過且過 你踢我的腳 你不說我就不做了 類似這樣的事情 這方面 希望香港政府官員可以改善一下 另一方面股市 林鄭已經四年半 搞到股市 現在創新低 香港股市 跌到19,500點水平 創了六年的新低 這六年的新低之後 簡單說 對香港的人來說 都是一個 很多人受傷害 因為很多香港人 都會 今天跌穿19,000點了 現在恒生指數 現在報18,785點 跌了745點 再跌了3.82% 跌得更厲害的 不用說 阿里巴巴那些 阿里巴巴跌得很劇烈 現在阿里巴巴 現在跌得更厲害的股市 每一隻都跌了 全部都跌了3至5% 其中就是 比亞迪也跌了10% 那就是 騰訊、比亞迪和阿里巴巴 這些國內的科技股 之前炒得很厲害的 都跌了10% 相信很多香港人的 荷包都受罪了 除了疫情之外 荷包也受罪了 那麼恒生指數 現在又受到什麼干擾 我告訴大家 一數一數 恒生指數 現在四隻灰犀牛 是撞著恒生指數的 基本上 灰犀牛的角 是對著香港的恒生指數的 第一個 其實是長遠的 就是美的加息 本來美的加息 對股市一定是負面作用的 這隻灰犀牛 是已經存在的 差一差在 它今天 今個月加多少 下個月加多少 現在盛存 加息幅度會慢了 原因是 現在美國 可能面對經濟的不穩定因素 不過油價上升 所以加息可能不會這麼大 但總體來說 加息的趨勢是肯定的了 所以 這隻灰犀牛 即是加息的灰犀牛 肯定會持續 第二隻灰犀牛 其實就是 現在俄烏的戰爭 俄烏的戰爭 好像感覺 跟我們香港無關 但其實現在俄烏的戰爭 拉起了一個 第三隻灰犀牛 油價大幅上升 去到非常高價錢 現在新西蘭 部分國家 以為英國也是 英國在一個社區的稅項上 撥回大約百多磅 給居民做燃油的補貼 而新西蘭也有差不多的措施 都是給錢 去津貼國民的燃油開支 燃油開始將會影響到 不單是生活 還會影響到生產 影響到生產價格上升 燃油的因素 可以影響到很多四方的經濟 包括中國大陸 所以燃油是一隻大灰犀牛 另一隻灰犀牛 其實是俄烏戰爭當中 中國參與的因素 如果中國參與 現在有傳聞 美國不斷 尤其是來自美國的新聞報道 不斷用一些小道消息 或者沒有確切來源的消息 聽聞這些說法 中國將會開放 對俄羅斯進行 包括食物 甚至軍事的一些援助 變相中國支援俄羅斯攻打烏克林 這個信息是挺危險的 因為美國是一而再再而三 尤其是美國的國土安全 如果中國大陸支援俄羅斯 制裁可能會擴散到中國身上 如果是這樣的話 這個信息是挺大的 即是大家擔心 如果中國對俄羅斯進入烏克蘭的戰爭有所參與 是甚麼程式都好 甚麼形式都好 譬如純粹是供應食物都好 可能都會惹來美國的制裁 結果可以令到中國對外的經濟貿易受傷害 所以無論是加息 無論是貿易 即是說可能是很好的戰爭 而對中國捲入漩渦裡 而導致一些不確定因素 包括油價高企 甚至乎香港現在的公司的營利能力 基本上都差了 因為這幾個月經濟停了 大部分公司都會虧錢 這些種種因素 都可以令到香港股市進一步降低 但究竟多少去停呢 現在沒有人猜得到 跌穿200點已經很嚴重 現在越拋越遠 現在進一步跌到18600點邊緣 跌了900多點 跌4% 越跌越厲害 其中就是 那幾個大的科技股企有比較穩 跌了100%左右 其他股份反而跌多了 好了 另一方面看看 我們應該怎樣做呢 如果拿一點錢 純粹想補本增值 就該怎樣做呢 第一個 現在不要買香港股市 也遠離香港股市 買了已經沒辦法了 如果買了 現在要溝淡一點 好不好呢 那就要去問專家意見 因為現在似乎是跌不停 每天這樣跌,一千、一千的點跌 很快就跌到萬六點 現在就是一萬八千六百點邊 就是穿硬的,因為這些都是其子的問題 穿了之後,又變成沉底今天看了多少呢? 沒有人知道 但是,今天也有一個因素 因素就是講俄羅斯和烏克蘭的關係 其實這個因素,香港市面的新聞是比較負面的 主要報道破壞,主要報道戰爭的足跡 戰爭的足跡,我再講了 俄羅斯其實在北面,非俄語的地方 是純粹給壓力,是純粹給壓力 他沒有心推進,是沒有心推進 是純粹給壓力 昨天俄羅斯主要是砸了一個住宅建築物 導致一個人死了,很多人傷了 情況差不多了 他似乎是給一些訊息,給一些新聞,給一些壓力 但在南面,他的推進是強一點的 推進包括在南面,一個是南方被擄走的市長那個地方 他已經扶持了他新的親俄市長 類似的情況就是,如果在烏魚地區 俄羅斯基本上是不會繼續佔領 只是會打爛一些東西,攻 但是在俄語的地方,俄羅斯進出佔領之後 想那個地方儘快變成親俄的地區 這個很明顯的變化,在戰爭上的策略 另一方面,談判並不是破裂了 第四輪談判在昨天進行了首輪 第四輪談判的首階段 談判是用視像形式進行 談判已經有基礎了 就是盛傳,也不是盛傳的拉夫羅夫也說了 就是,談判已經有了法律的文本 即是說,並不是還在說你和我之間的立場 已經是將立場轉換成了一個 據法律效力的一個法律文件 這個法律文件裏面可能有很多很多 一個方面的妥協 或者雙方的一個agreement 但這裏面,聽說六大項 俄羅斯很堅持 而那六大項當中 俄羅斯堅持其中五項 是需要寫入烏克蘭的憲法 憲法要寫下去 可能烏克蘭要永久放棄了 譬如哈里米亞或者頓巴斯 甚至南部地方的主權 甚至永遠不追究 或者甚至乎 可能和日本憲法一樣 限制了日本憲法第九條 限制了烏克蘭軍隊的一個能力 純粹可以做自衛 不可以做攻擊 也不可以在烏克蘭駐外國軍隊 或者外國武器 這些種種可能都要寫入憲法裏面 你說是否烏克蘭不會接受呢 這個肯定是一個非常不平等 都擺明俄羅斯是用打爛國家去逼你就範 那是否烏克蘭就不就範呢 似乎看了二、三輪是有不就範的地方 去到第四輪已經不是了 第四輪似乎已經到了文件的細節上的討論 或者雙方願不願改文件字眼 或者將部分文件的條文內容改變 似乎他們說的第四輪的第一輪談判 第四輪的第一階段談判已經完了 現在大家先休息一天 也會在這一日之內 拿回自己國家官員的討論和意見 接著就是今天 星期二 即是15日 就會繼續有第二輪談判 即是說第四輪就分了上下段 第二階段談判今天會繼續進行 如果這樣的形勢 如果有商業活動 即是談判開的 譬如合約 最後回到談判的人都知道了 如果留在那段時間的談判裡不停 繼續第二天再續 即是說大家雙方是想盡快有一個協議 協議是否一定出來不知道 可能在第四輪談判要擾讓幾天時間 可能在第四輪談判裡也有幾個階段 但是似乎大家雙方覺得 現在大家在提出的 對一些在條文上的意見 是有得談的 又或者是有得拿回國內去問意見和討論 以及當中互相牽引 或者大家總體的權益和利益上 是有什麼干預 簡單說 既然已經可以第四輪談判有第二階段 我們可以期待俄烏的一個戰爭 可能很大機會在這個星期有停火的可能 今天是星期二而已 還有我們五日時間 希望祝福烏克蘭人可以盡快有得停火 也祝福烏克蘭人在這個不平等條件裏面 盡量不需要付出任何的代價 如果你說領土方面 烏克蘭人是願意的 我們做外面人是沒得說的 但是對於俄羅斯破壞、重建 包括援助 包括怎樣可以保障烏克蘭的安全 怎樣賠償一些死亡家屬 這些希望的協議裏面都有詳細交代 如果俄烏協議是達成的話 面對著香港股市的兩隻灰犀牛 包括俄羅斯戰爭 以及包括高油價 都有機會獲得喘息的機會 這兩個如果真的可以獲得喘息的話 香股市可能會穩定些 所以香股市其中唯一一個趨化劑 即是可以令股市可以站穩的 是只有一個 油價跌你不要想著會站穩 現在油價大升大跌 三桶油都會受影響 就是昨天油價跌了 三桶油的價錢又跌了30% 即是說 油價大起大落 都是對股市不利 所以油價要慢慢慢慢平穩 跌回到某個平穩的數字 可能盡快跌回到90多元的水平 還行 可能反而是對股市的穩定因素 俄烏如果達成一個和解協議停火 對股市的提振可能斷千點的升 但是我們是否可以捉到這個低位呢 很難捉 就算現在油價談判了幾個輪都不知道 每拖一天 股市跌多幾百至一千點 跌多35%是很容易的事 人生就實在虛脅 所以大家在股市上 暫時不要碰著 如果你想知道俄烏的局勢 多一點 你就多聽我的頻道 我相信香港少有頻道 是講比較貼切發生什麼事 就不是集中只講俄羅斯侵略這件事 我們知道多一點 俄羅斯和華人有機會和解 亦都可以保證 我們知道自己面對著的處境 即香港面對著 包括股市的處境 包括商業的處境 可能都有一些幫助